很多人会认为我们输了 输得很惨 红色海啸不但没有出现 大概就是什么红色水波吧 水文这个样子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 你跟我一样住加州 纽约或伊利诺伊州 Yeah 我两年前就是要搬走了 但是这边的事工非常的重要 当时我跟我的牧师就在那边谈 两个就在那边笑 就说我好像搬不走 然后我牧师就跟我讲说 对啊 你以为把生命献给神 让神使用你的生命 就是去田纳西买个大房子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神的确是要用人生的苦难 来历练我们的 神给我们方向 让我们在患难中 跟我们一起往前走 这个我在最后再讲好了 怎么还没有开始讲新闻 就开始数算恩典了 总之 我今天开头想讲的就是 就算今天共和党大赢 红色海啸发生了 翻转美国了 我们都还是要继续努力 因为道德观跟价值观 是最重要的 现在红色海啸没有出现 但是美国的保守派 还是有赢得很漂亮的地方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更不能放弃 我们更不能丧弃 我们一定要继续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美国的其中选举或许不是我们期待的红色海啸 红色浪潮 甚至像左派说的这个红色幻象都没有 但是还是打得可圈可点 有非常多的胜利是值得庆祝的 我不想要一直当那种一个阴谋论的人 一直说什么天要塌下来了 虽然我自己一直在囤粮 囤罐头 囤子弹 但是其中选举的时候 例如像说 Ohio的JD Vance 打赢了Tim Rya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议员的席位 选战开打以来一直都非常的接近 JD Vance是一个比较新潮的共和党人 不是跟加州的一样一堆建制派的那种 不在乎道德、品德、教育 认为只要减税就好那种 JD Vance选战主打的就是家庭核心的价值 还有反对移民的政策 而且不只是反对非法移民 是说美国整个移民政策都要修改 我们再放进来一批又一批 没有美国价值观的人进来美国 摧毁我们的国家 这个是完全支持的非常保守派 也跟川普有点类似这样的政策 然后Tim Ryan就是一个一直说自己是创业家 企业家、蓝领的什么的人 基本上政治人物不太可能是蓝领 除非他是第一次参选 跟我们这次推荐这些 You First Campaign的候选人一样 简单说Tim Ryan就是一个非常虚假的一个人物 所以在Ohio赢得这次的参议员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胜利 那我们往上走看呢 密西根州的大左派州长Whitney 打败了这个Tudor Dixon 这个是有点失望的 因为Tudor Dixon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共和党人 但是最后还是输了 密西根州或许过得还不够惨 对不对 还有就是纽约的Kathy Hockel 打赢了Lee Zeldon的州长职位 我不太想要批评Lee Zeldon 因为他打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属于纽约的一个选战 他并不是一个什么右派的保守派的共和党 他就是一个很纽约的共和党 很加州的共和党 但是这次纽约的民主党真的就是感觉到被威胁了 真的有一度好像他可以把纽约翻转过来 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纽约翻红的话 是不是就代表就是我们加州 真的就是左派大本营了 但是没有发生 我们加州还是跟纽约平起平坐的无耻的 那乔治亚州的州长Brian Kemp 对上Stacy Abram 这个是一个大胜利 之前Stacy Abram从2018年的选举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宣布败选 这一次他彻底的宣布败选 因为票数实在是差太多了 在现实上逻辑还有在选票上 这一次对他来说他就一定要宣布败选 最后选举结果是53.5%对上45.8% 这个距离就不是选举舞弊 要重新算票就可以解决了 还有一个更好就是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Delicious OK 就是德州的Greg Abbott 跟Betho Aroer的选举 结果是55.6%对上43.1% 各位可以看到的地方就是 红的地方变得越来越红 蓝的地方变得越来越蓝 而且很多蓝的地方 虽然这次并没有被翻转 但是共和党在这次选举当中 有非常大的突破 当然有很多失败的选区 其中一个就是宾州的Dr. Oz 对上Federman 我们来看一下Federman的胜选演讲 是 哦 Yeah 对上Federman的胜选感 是 对上Federman的胜选拥 我非常非常有帅 谢谢 in fact! 我知道 其實之後他講的還OK 沒有很潔巴 我真是故意弄一段 他講話不清楚的影片 在諷刺而已 這場選戰其實是還滿痛心的 因為某層面上 我是 我不算是意外 但是 雖然我知道很多人辯論會之前 就已經投票給他了 所以他的健康狀況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必须说 我记得我一开始知道 Dr. Oz要参选的时候 我就非常不看好Dr. Oz 他在节目上面支持堕胎 上节目支持堕胎 他有非常多左派的思想的节目的片段 又是一个好莱坞的个性 但是他最后拿到了川普的背书 所以他会输 然后共和党没有完全支持他 我觉得还好 我没有特别的意外 Dr. Oz成为共和党背书的参选人 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很糟糕了 更糟糕的是 他还输给一个选前中风 说话说不清楚 一辈子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完全的大政府社会主义人士 到前一阵子还住在他自己妈妈家的这个人 真的这一次的选举 是给共和党一个当头何邦 当然虽然我在节目上这样讲 但是今天如果情况相反的话 共和党的参选人如果身体出了问题 或者是中风 我大概还是会投给共和党 因为我想要在参议院有这个掌控权 需要一个人可以稳定的投出共和党方针 或者是保守派方针的选票 所以说我可以完全了解 为什么宾州最后的民主党人会投给Federman 但是这还是让我有点不甘心 虽然我也不喜欢Dr. Oz 某层面上我还蛮同意NBC 对于这次宾州的选举的结果给我们的评论 我们来看一下NBC的这个节目上他们说了什么 I should leave the conversation of Oz and Fetterman without talking about authenticity Yes John Fetterman kind of oozed authenticity He was who he was he dressed how he dressed he was comfortable in his own skin meanwhile we had crudités 然後可能最大的罪是 星期前選擇 他在澳洲的澳洲 他說去找10選手 明天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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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 這個左派的老太太 講的實在是太清楚了 John Featherman 或許沒有他說的這麼接地氣 他可能就是一個穿著帽T 然後穿得好像一般的工人 在上班一樣 但是他的確比Dr.Arts獨特很多 更何況是 他不是一個唬爛的人 他天生就是一個大左派 他想要的就是大政府 他想要的就是政府控制一切 然後他沒有說謊 他就是直接這個樣的說 然後就跟左派的政策一樣 他們都沒有在說謊 他們只是把很噁心的政策 用很漂亮的話語 來包裝得很好而已 他沒有在假裝成為另外一個人 對 他的確之前要進石油 然後現在說要完全支持石油開採的影片 但是 他就是他 每個人都知道 他就是John Featherman 但是Dr.Arts是一個虛假的人 他不是一個保守派 很多東西他之前不是這個樣子說 但是為了選舉 他為了要保守派的票 所以他就這個樣子說 Dr.Arts之前在好萊塢跟電視圈打滾 他就是一個大左派 十幾年前 在左派還沒開始之前 他就已經說變性人 兒童變性是未來方向了 然後他選舉前15秒 突然變成了一個保守派 那賓州的左派 想要投給左派 但是他們如果真的要投給左派的話 為什麼要投給一個假裝是 右派的一個大左派 左派要投的話 就直接投給真正的大左派 John Featherman就好啦 而且 Dr.Arts 連說明他為什麼參選都沒辦法 別人問他說 你幹嘛要參選賓州參議員 他不住賓州 然後他們說了一串有的沒的東西 他只是為了自己 只是為了自己在政治圈的路 往上爬而已 每一個人都看得出來 除了賓州初選的時候 投給他的人以外 還有川普背書他 這真的讓我覺得就是 你是要抽乾沼澤 還是要往裡面灌泥巴 這次紅色海嘯整個胎死腹中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共和黨沒有一個真正的目標 沒有辦法凝聚力量 這次的選舉我們要學到一些東西 共和黨要學到一些東西 共和黨最常做錯的事情 就是以為左派的人是有底線的 他們以為你看 加州的油價要到七塊錢的 民主黨太爛了 所以說我們派個西瓜上去都會有人選 共和黨要怎麼贏 就是要有堅定的不妥協的目標 不然你就是一個左右搖擺 然後沒有任何存在價值的人 保守派的人很會攻擊自己 保守派的人很會檢討自己人 所以我們就來看這次最成功 贏最大 而且最有目標的選舉結果 這個州長把一個子子的州 左右搖擺不定 從2000年以來都是搖擺州的佛州 這一次變成亮紅色 他的目標很明確 他的觀點很清楚 他要的就是保守派的人要的東西 只有在那個地方 只有他創造了紅色海嘯 只有在佛州紅色海嘯淹沒了所有民主黨的地區 佛州是第一個開票的 晚上7點的時候 基本上投票數字 投票就都已經結束了 然後數字一直出來 所以當時我在看的時候 我以為我真的看到紅色海嘯了 我以為全美國都會變成這個樣子 結果只有在那邊而已 四年前的時候 他跟一個極左派熱愛同性戀的什麼東西 大左派的競選 結果只贏了3萬票 這一次他選舉結果 他贏了兩位數百分比 59比40 原本贏了4% 這次贏了10% 而且贏的票數是450萬對上300萬 等於他贏了超過150萬的票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創造創建的地方組織 支持他的組織 看到他在做了什麼 他是個管理有方的州長 這個就可以證明 他們一個州長做得好的話 一個政治人物做得好 他們訊息清楚的話 他們是可以把獨立選民 拉到自己陣營的最好見證 我們的敵人就是覺醒文化 就是左派 覺醒文化到了我們這個地方 就一定會被消滅 這就是我們要的共和黨人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聖選演講 我們抵振過立德 派原性 我們歸空他們 我們有優先抗留了 我們保障 Time 我們禁止 民主人們 民主人們 抵振抗 Woke and the corporations We will never ever surrender to the Woke mob Florida is where Woke goes to die 對 這次選舉結果代表了一件事 就是兩黨 民主黨跟共和黨 都做了非常錯誤的決定 之前他們選舉的結果 他們什麼都沒學到 民主黨認為 輸的沒有那麼慘 表示這是一個史上最成功的勝利 然後我們要繼續支持左派的議程 激進主義的議程 共和黨會認為說 這次他們選的沒有贏那麼多 或是選輸了 因為他們太親近這個文化戰爭了 他們會以為說只要繼續減稅 然後其他什麼都不要做就好 因為這個才是給人民自由 因為共和黨每一次選舉 都只會這樣做 但是Ron DeSantis證明了 他們兩黨都是錯的 兩黨都是腦殘 是有可能創造出一個海嘯的 他在抵抗左派覺醒文化 然後他又是一個非常好的州長 他管理得非常好 很多住加州的 特別是一直以來看我們AI News的 看到我們這次訪問的候選人 會看到很弱的候選人 我們訪問到州長參選人 Brian Daly的時候 他所有的政策都是在怪別人 扭聲怎樣怎樣 基督徒你怎麼都不投票 你們都這個樣子我怎麼做事 下面留言區那邊很多人說 加州就是要像他這個樣子的人當州長 Yeah 現在選舉結果出來了 他的選舉結果出來了 我可以說實話 雖然任何人都比扭聲都還好 但是他的政策 目標 魄力都沒有出來 一個州長能帶給國會議員 跟州議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州長跟國會議員還有州議會的議員 職責是不一樣的 州長是要來帶領的 一個有領導能力的領袖 是要能帶領這一系列的浪潮的 這次的選舉 共和黨只要保住所有的席位 然後再多拿下五席 就可以躲下國會的眾議院 光是這一次佛州就多送進去了四席 一共二十席的眾議院的議員 席位被拿下 而且還拿下了全佛州最藍的地方 紐約的Z. Lee Zeldon 幫助共和黨拿下了三席 再加上Ron DeSantis拿下了四席 眾議院基本上一定翻轉 為什麼 因為Ron DeSantis競選使用的 就是你剛剛聽到的 個人自由 法律與秩序 法律與法律 父母的教育權 還有抵制左派的洗腦教育 還有拒絕覺醒文化 很多政治人物想要解決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Ron DeSantis把拒絕小孩變性這個議題 當成了他這次競選的主軸 也有很多其他的共和黨人 跟他一樣做同樣的決定 選擇了把這個議題當成主軸 然後他們就贏了 而且大贏 Ron DeSantis在帶領抵抗一個文化戰爭 而且他目前 每一場都打得很漂亮 每一場都打贏了 他在乎的事情跟一般的父母在乎的事情一樣 他有魄力的 而且找出解決的方法 而且他目前都沒有妥協 就連川普的攻擊 他也沒有反擊 他徹底的贏得了當地被左派洗腦的族群 包括黑人還有拉丁藝人 而且使用的方式不是在那邊跪著求饒 或者是怪別人 然後給他們發更多好處 發更多補助金的方式 而是給出一個堅定的方向 還有真正的做到他說的話 絕大多數的人在乎的是家庭 要保護家庭 父母要有權利來保護自己的孩子 Ron DeSantis把自己設立成一個抵抗覺醒文化 保護家庭的鬥士 然後這個結果就是選舉的結果 絕大多數的共和黨人 參選人就是一個空盒子 沒有任何的目標跟目的 只是個政治人物 然後不管你之後會聽到什麼 絕大多數的人害怕去討論文化問題 他們會討論物價、油價、通貨膨脹 這些看起來比較容易解決的東西 不然就是他們太相信川普神話 跟那個Dr. Oz一樣 以為只要川普背輸他就可以贏 這只是在神話川普這個人而已 那我今天這一集主題想要說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在這邊就是哭難過 然後說我們這次輸得很慘 或者是贏得很難看 然後期待下一次再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或者是我們可以把這一次當成一個機會 因為這一次其中選舉 兩黨選的都不怎麼樣 加州這個地方投票率只有23% 兩黨都沒有達到預期 兩黨的選民都很洩氣 民主黨這邊沒有被拜登的什麼 民主危機激勵到 共和黨這邊也沒有被慵懶的共和黨 只想要攀著川普的這個名號往上爬的心態的人激勵到 人性就是會去尋找一個領導者 有一個方向 有目標的領導 川普訊息很明確的時候 選民就會站在他後面 Descentes訊息很明確的時候 選民就會站在他後面 我自己認為這次選舉告訴我最重要的訊息 就是選舉的訊息很重要 而且這個訊息是要非常明確的 人對於經濟、油價、物價、通膨都還是很有彈性的 但是有些東西人是沒有辦法有彈性的 有些事情是會讓人犧牲生命去保護的 這些東西左派一直在使用 這一次Run the sentence 也是反向的使用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大贏 還有我們要怎麼使用這個東西 那知道這東西是什麼 明天我跟Felicia的節目會講的是什麼東西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